EK420081 这一节讲的是 质量计划编制的注意事项 这个点当中 质量计划应该由 施工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 然后项目技术负责人负责审核 要报道我们企业相关管理部门 以及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 并得到我们监理单位认可之后实施 有一个点 三检制 什么叫三检制 自检 互检 专检 什么叫自检 班组自检 互检的 工种或工序间的互检 然后说专检 专业检查 我们的数字 五牌一图 三无人员 这又来了一个三检制 EK42008 这是质量计划实施要点当中 涉及到的连带责任一说 总承包人 就工程施工质量 和纸张的保修工作 向发包人负责 总承包对的是发包 那么分包工程的质量是分包方 当然向我们总包方来负责 基于我们分包方的工程质量 那么我们分包和总包 我们俩在一块 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发包方呢 应该接受总包方的质量管理 EK420083 这一幕就讲一个点 学了这一遍了 到现在 说给你定性一下 市政公用工程 究竟有啥呢 特点呢 专业工程多 多不多呀 多呀 你看那路桥隧道 污水厂管子 对吧 还有垃圾填埋 这市政工程 你往大了说 我们建一个城市的地铁 建一个高架桥 你往小了说 我就是修马路牙 就是啥呢 路源石 我栽一棵树 我换个路灯 这都属于是我们的市政工程 所以专业多 地上地下债务多 所以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永远离不开 我们有地上的建筑构筑 地下呢 有管线 而且地下的市政官网 还有可能是错综复杂的 纵横交错的 专业之间 及社会之间 配合工作多 干扰多 导致时空变化多 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管理组织机构和质量管理体系 明确各级岗位责任制和我们的职能分共 技术管理准备当中 说建设单位负责提供啥呀 提供完整的资料 还应该涉及到图纸会审 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并做好记录 那么设计单位呢 对图纸的内容及相关问题要进行交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